塑料的回收成本高加上不少国家停止进口塑料 佛教慈善组织慈济将全面停止接受塑料物品 那么国家环境局表示 在循环塑料的价格低廉 在慈济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收集塑料垃圾 或许对回收商而言不符合经济效益 环境局也指出公共垃圾收集业者拥有良好的规模经济 能够为蓝色回收桶收集到的塑料垃圾进行分类 之后在本地或是运到海外回收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 位于乌兰工业区的慈济环保教育站 今年4月因阻断措施暂时关闭 直到上个月26号才重开 公众可以每逢星期六把想要回收的物品送过去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慈济不再接收塑料物品 慈济解释找不到愿意收购塑料的回收商 因此以几年来石油的价格是很大量的在下浮下跌 汈济在全岛还有39个社区环保点 目前都还没有恢复运作 慈济表示当所有环保点都恢复运作后 都不会再接收塑料用品 学者表示塑料分为七大类 必须分类后才回收以还原原料 分类的过程繁琐需要先进技术 因此愿意回收塑料的本地厂商占少数 塑料回收现在利润比较低了 在新加坡要设厂实际招工 包括运行之后还要符合各种 和一些环保的摆放标准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如果把这些费用都算进去的话 这样子基本都是在做赔钱买 学者也指出 大部分的塑料都会运到海外进行回收 其余的则送到焚化厂 但这比送去填埋厂来得好 如果你塑料直接填到垃圾厂里去的话 它再过了几十年里边的各种添加剂之类的 也是有可能重新回到环境当中 去产生一个更大的危害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